馬英九勇敢突破聯合國2758決議的限制 賴清德,你做得到嗎? 剛剛聽到吳思邀委員說啊 民進黨上台之後啊,台灣變成關鍵制 不再是養戲雅的孤兒 呃...我有小小講的問題想要請教民進黨你的自信哪裡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在民進黨慈善之下 從22國掉到12國,接近腰斬啊 關鍵制啊,亞西亞不是孤兒啊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中華民國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重返國際民航組織 你民進黨偉大啊 一進來兩個地方都被踢出去 你跟我講台灣是關鍵制 不再是亞西亞孤兒 我們台灣人民所有的努力 重返國際社會努力 被你民進黨敗光了 今天民進黨雙真理法院提案 朝野共同要打破聯合國2758決議 來,不讓這2758決議 封殺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 我贊成啊 我當然贊成啊 中華民國從來就反對2758決議 但我欣賞民進黨的勇氣啊 民進黨今天的提案根本自負其短 打點了蔡英文 打點了賴清德啊 事實上從聯合國 1971年通過2758決議以來 中華民國只有一個總統 打破了2758決議的限制框架 然後讓我們中華民國有機會參與 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 這個人就是馬英九 聯合國2758決議是在1971年 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 所通過的決議 中華民國基於當時的代表 基於漢賊不兩立的原則 投票前毅然退場 這個決議雖然沒有直接處理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在聯合國代表權的議題 但它對於我國參與聯合國 及其專門機構的機會 仍然造成全面封殺的直接效果 這是為什麼我們反對 聯合國2758決議 但即便面對如此艱難的國際環境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沒有怨天尤人 老夠打壓一直都在啊 可是呢我們執政的時候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之下 成功突破聯合國2758的框架 2009年以觀察員身份 連續八年出席 睽違三十八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2013年並應國際民航組織 主席邀請 以貴賓特邀貴賓名義 出席睽違四十二年的年會 馬英九可以用實際的行動 實際的成果 來去突破2758的決議 國民黨可以為中華民國 地上半世紀以來 最耀眼的外交成績 重返聯合國及其下國際機構 民進黨政府 你本來應該延續這個資產 好好為我們國際空間奮鬥 結果呢 民進黨不但沒有辦法突破2758的框架 事實上在2017年2016年 分別被除出了世界衛生大會 跟國際銀行組織 這就是不是要說的關鍵字啊 所以民進黨要反對2758去 很好啊 我建議民黨放兩個點進去 不要讓賴清哲輸給馬英九 第一個 請賴清哲跟行政院 保證跟馬總統一樣 能夠重返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 在你2068任滿之前 保證可以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保證可以重返國際銀行組織 不要輸給馬英九 拜託 把你的聲明放進這一點 羅志祥都會一千啦 我告訴你 第二個 如果你注意不到 也不要打嘴炮 民進黨外宣說 國際關係多麼好 請你端取所有聯合國成員國 廢除2758決議 讓中華民國重返國際社會 賴清德要把保證啊 2028年任滿錢包保證啊 你做得到再來嘴2758決議 謝謝 今日美國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荷蘭 他們在公開做聲明 甚至在國會做出決議 他們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 給予非常溫暖的支持 他們指出 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裡面中國對此決議文所作的扭期 是不正確的 台灣民眾黨在9月18號 我們就召開記者會 除了重申感謝各國對台灣溫暖的支持 我們承諾要在正式會議開議之日 提出相關提案 今天我們確實履行了這個承諾 那在這個提案書當中 我們除了重申 這個對於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並未談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也沒有排除台灣要加入各種國際組織 更沒有剝奪2300萬人民 能夠參加國際事務的空間 所以 身為這個IPEC 身為IPEC的共同主席 我們做出了這樣的提案 我們對行政院部門 有相當以下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行政機關 要非常努力的爭取 台灣進入國際組織的空間 要打開這個國際之門 第二個 我們邀請行政院院長到立法院來報告 目前的進度為何 我們參加的國際組織 包括世界聯合國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包括國際民航組織 包括國際這個警協組織 等等 包括CPTPP 但請問進度為何 我們要求行政院院長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身為IPEC的成員 我們非常感謝國際給予台灣的溫暖 但是我們要提醒 我們要提醒 愛台灣不能只喊口號 不能情緒勒索 我 不要在協商的時候裝悲情 搞突襲 我很容易身為 IPEC的聯合主席 那天如果不是民眾黨陳昭之走進了會場 台灣今天不能加入IPEC成員國 IPEC成員 民進黨等於有多少人發出不實的指控 你們欠我們民眾黨一個道歉 今天台灣可以成為IPEC成員國 民眾黨居公最尾 民眾黨感謝各個國際對台灣的支持 也希望行政院能夠負起責任 幫助台灣人民走出國際空間 打開國際會議 加入國際組織 謝謝